22岁 河北人 石家庄经济学院 数学应用学本哥 大家好 我叫龟一婷 河北秦宏岛人 今年21岁 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现在就读于石家庄经济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在校期间曾担任社团联合会副主席 数理学院陶宇副书记 数理学院学生会主席 连任两届科学主席 并且在百强社团创业者协会担任顾问团顾问 还在我们班 担任班长 今天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来到这里 想寻求一份与行政或者是教师有关的工作 希望能够得到各位领导的赞扬与支持 还有提点 谢谢大家 你好 邵刚老师 你好 邵刚老师 一婷真是一个有特色的求职者 来了之后就知道 我今天来就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赞扬 不能说是吧 紧张了 能批评吗 可以批评 必须批评 这个鸟随凤凤凰 飞行远 人随圣贤 品格高 今天在座的都圣贤 必须要对我进行指点 批评 然后当然也希望小小的自恋一下 想得到一些赞扬 你说到他们都是圣贤 就明显的是把他们往死了说的吗 没 咱们今天也不用出口成章了 因为刚才大家听到他的那个 那个这主席 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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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席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是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 对不对 是 而且习惯性的说 也希望今天的各位领导喜欢 这没领导 就是一帮来招人的老板而已 你在学校应该很优秀吧 嗯 还算可以 就是你在大学期间 这么说吧 师弟师妹们认不认识你 认识 老师们夸不夸你 夸赞 怎么夸 老师们就说 要向学姐学习 要多干活 像学姐一样 这个干了很多成绩之后 然后之后还能够比较谦虚一些 你今天这驾驶是谦虚的驾驶吗 上来真的有点紧张 嗓门比较大 嗓门大 把自己能夸的都喊出来了 对不对 咱们现在说 你要做的这个事情叫行政方面的事情 对 行政 或者是 就业指导老师 就是培训吧 对不对 培训师 对 是不是有点像人力资源里的培训 就是培训师的行业 就是培训师的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激情的人 而且我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有感染力的人 就是我能调动气氛 然后能够让大家按照我的想法去能够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 这样呢 我觉得我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培训师 这是我第一的选择 就是我的人生规划 不好意思 我想打击你一下 培训师的概念是什么 是在一个教授大家专业知识的同时分享自己的经验 作为一个刚大学的 刚大学毕业的毕业生 我觉得在这上面你会有很多的不足 所以做培训师这一点 我不建议你坚持下去 来 杭远 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实际的工作经验是很少的 对 是吗 对对对 那其实我觉得你更适合在一个单位里边 一边固有的从事你之前的工作 再慢慢的总结一些新的经验 找到一些更多新的发展 所以说我觉得我这边还蛮适合你的 因为我这边缺少行政主管 还有那个办公室主任这种角色 他是要管一些学生 对 所以行政有行政的特征 培训有培训的特征 其实这个特征呢不全一样 现在既然你把自己强势的一面 也已经展现出来了 能说会到的一面也展现出来了 看一下12位老板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各位 第一轮选择 美侠离开 小飞离开 王刚 谢谢大家 加油 努力 松一点 就是 劲儿小点 对 表现得太过于强势 稍稍放松一些 来证明天生我有才 一婷 先要证明一下 自己有荣誉证书 这个是 荣誉证书 各种各样的荣誉证书 优秀共产党员 这是 个人的演讲比赛 演讲比赛 这是 这个是省优干的 省优秀学生干部 这是 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够了够了 其实今天拿这些上来 我只是想向各位老板证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不是说来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在我大学生涯中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这个放弃了很多休息时间 然后呢 得到了这些荣誉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大学生 那么我也相信 我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 我会拓得努力向大家证明 我能够成为一名非常好的职员 谢谢大家 好 你考研了吗 没有 你为什么不考研呢 本来是打算考研 但是因为换季换得太晚 然后一直在办公室工作 然后加上自个儿考虑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以后不想在石家庄工作 如果我要考研的话 以我的水平 目前只能考到石家庄的学校 那么我的大学三年 就将会在石家庄 这样对于我的人际交往 还有我以后的这个工作 会有一定的影响 挺好的 你稍等 你 接下来你要去哪个城市发展 天津或者北京 为什么 因为首先第一个 特别简单的条件 就是离家特别近 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 这个 你家是哪儿的 天高任鸟飞 你家是 秦皇岛 秦皇岛的 离家更近了 然后它是两个直辖市 发展空间比较大 挑战性比较大一些 那如果能考上北京的学校的研究生 你会不会考 考不上 如果能考上会不会考 会考 如果能考上也会考 只是自己面对现实说考不上 对 因为真的是 所以我出来找不过 我很欣赏 什么呀 你就很欣赏 进波啊 多年来 在非你莫属这平台上 一贯宣扬各种各样的歪理解说 来 够阳光 够自信 够坦诚 很好 那么我的问题是 你作为学生会主席 经常会组织很多活动 那么你在带团队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去了解过 就是在你带的团队中 大家会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这个是前段时间 正好参加了一个比赛 在我们学校里边 然后我想用我一个学弟对我的一个看法 然后来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 他说用三个词语来形容我 第一个是给力 第二个是靠谱 第三个是亲 慢慢稍等 你的学弟是哪天的哪根筋不对了 想起来要用这么三个词来描述你 你学弟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 叫我在顾一婷身边工作的日子 这个他是我的算手的接班人吧 就是一手带过来的 这样就可以随意接班人了 这个劲啊 他是下一届的学生会主席 对又倒不用那 他是下一届的学生会主席 对啊 就是我一直 就是一直跟他 从他大一开始就一直带他们 不是带他们 就是带活动 带活动什么 因为是师姐 对啊 一直带活动 所以他接触比较多 他用了三个词叫做给力 靠谱 靠谱 亲 和亲 哪儿亲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曾经问过我 我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特别严厉 工作的时候特别严厉 特别这个认真 然后私底下 但是是一个什么玩笑都可以开 然后跟大家有话都可以说 那个也可以被称为知心姐姐 不说了 你看啊 你说啊 我来描述一下我 平时很严厉 但是在私底下 什么玩笑都可以开 我觉得这好像是在描述领导人 上岗 没有没有 就是 你为什么我 一说 我有一个师弟用这样三个词 描述了一下我 我头脑当中立刻浮现出来那行字 我在顾一婷身边工作的日子 咱能不能放松点 就是你是不是习惯性了 当学生会主席当的吧 就老用可宏观的那个角度 嗯 就经常 我现在想象你的形象 都是你站在高处 嗯 太阳在你身后打着逆光 你披着一件大衣冲我们 这下一集他们已经真把自己当这些领导人了 他的威严是不容侵犯的 没有 顺我者参 密我者 王 我觉得大家刚才只看到了我特别强势的一面 然后没有跟我深入的接触 没有看到我这个真的是很细心工作 然后平时和大家很门的开的这一面 都看到了我们能够体会到 在面试的期间 人家只会看到你这个 人家不会跟你深度接触 嗯 面试不可能三个月的 嗯 其实我留灯到现在 主要还是希望给你一个支持 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勇气和勇敢表现得非常充分 是的 啊 那么我也希望在最后的这时候出了这些证书 呃 你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才艺能展现给我们的吗 因为一直做演讲跟主持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这些证书呢也是我刚才一直讲 这都是已经是过去时了 我想的是把握住现在时 然后创造我更美好的未来时 嗯 所以我想的是我今天来到这个台上 其实最想展现的不是我的主持 也不是我的演讲 也不是我的这种强势组织能力 嗯 我想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些我内在东西 嗯 就是我做科研 真的我做科研项目的原因 不是为了获得的荣誉 而是我想体验这个过程 我曾经三次下乡 嗯 去下乡体验这个农村的生活 然后去做一些这个东西 就是我想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我是一个不怕吃苦的人 然后我也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 我也是曾经做过很多 这个写过很多工作总结 我也是可以写出工作报告 一些内在的东西 嗯 我可能现在不能给大家展示出来 但是我真的希望今天大家不要把我定义在一个张扬的这个位置 你呢 其实不太能够经受挫折 没有没有就是 因为刚才在你说这段话的时候呢 您觉得我哭了 我觉得你有点激动 没有没有 包括刚才你说六盏灯灭了 让你心里忽悠一下 很正常 没有没有 你们经常十盏灯都留下 十一盏灯都走掉又怎么样 有一盏灯能够一直为你亮着就可以了 现在到了老板们第二次选择 你可能心里继续忽悠的时候了 六位 现在二次选择 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转到 这位强势的 能说话的 爱下乡的 学生会干部手里 选择 这样你看 您获得结果 那个今天其实挺坦然的 这个笑看 怎么说啊 就是说当时灭灯先呼一下 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今天好多人 十二盏灯就都全留了 然后我觉得 今天是不是就是这么个日子 大家都要留 然后到我这突然间拍下 如果我不打断你 你会一直说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有的时候 现在真的不适合你说话 为什么 让自己安静下来 因为这六位 马上大家就要提供工作了 当他们说到工作的时候 你格外需要安静的体会 安静的分析 不要说话了 听 来 斯凯乐 增花 就有培训师 培训师 我们有好几百导购 然后可以给他们做培训 前提呢 就是你肯定要身先是足 你要了解 所以你肯定不可避免的 你要做两个月的导购 你愿不愿意 愿意 愿意 咖啡之意饮风 第一个是培训讲师 第二个 其实你是一个很好的 店长人选 刚刚他都说 你是我们很好的店长助理 好 两个职位 一个是培训师 一个是店长助理 来 进步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是国内最大的一个生活信息网站 我们现在有五千多员工 我跟你 这个安排的职位是在 这个行政部的这个行政 专员 我们行政部刚刚跟那个人力资源部合并了 在上个月 所以说你将来如果说你要转这个人力资源部的培训 也是在一个这个头的下面的 所以这个部门是一个非常 将来非常有发展前进的部门 基础岗位 行政部 来四五八通城 来 苏巴酒店 徐昭 店长的这个培训生 好 店长培训生 对 未来你有这个机会 酒店嘛 苏巴酒店 店长培训生的职位 来 百合网 沐言 两个职位 都在北京 一个是百合网的活动专员 嗯 还有一个是百合网的电话销售员 谢谢 活动专员 电话销售员 嗯 杭岳 他我提供的职位是行政主管 行政主管 没错吧 对 好 每天天学生在一起 归庭 我这边可能还有一些主持的事情 也要你一起来做 比如说主持导购的活动啊 代理商的活动啊 等等这些 好的 顾一庭 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的四盏洞 再见 徐昭 谢谢啊 再见 沐言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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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特别 再见 尹峰 我特别喜欢你 再见 尹峰 我觉得这三个不知道了 再见 顾一婷 可以 可以做行政嘛 就是 两个女的 可以做皮肤 可以做皮肤 这好像 二位 有事儿吗 就是斯凯乐 跟这块就是 松开你们的手 顾一婷 顾一婷 现在你来选择 尹峰 请坐 会别喜欢 顾一婷 选择 顾一婷 请选择 请选择 顾一婷 是问了我很多问题 我再回答她 顾一婷 选择 麻烦几位 咱们都规则一些 好不好 真的像姚晋波说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顾一婷 抱歉 我不得不支持你 好吧 曾华请坐 曾华先坐下 顾一婷 回到 回到刚才黑的那一边去 然后过来 在这两家里面 顾一婷 选择 回来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你心中间 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这个选择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女孩并没有 她所表现出来的 那么的有决断力 很多时候感性的 一两个情绪 就会干扰她 做出判断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顾一婷 你知道你 违规了 你不是违规了 是你不知道 你放弃了什么 因为 58同城真的是一家 以一个做行政的角度 一个新人的角度 他可能是磨练的机会 但是抱歉 你 已经灭了58同城的灯 所以你必须要在 剩下的两家当中 和他们 谈前不上感受 电影长助理的话 我在这个平台招了很多 他们的起行都从3500开始 天津是吧 天津北京 你可以选择 我这边那个 培训师的底薪是4000 但是我们要先做 两个月的导购 这两个月导购是 拿导购的工资 然后拿导购的提成 还有问题吗 不一定 没有问题 我多说一句 算是在你想之前 给你的一个建议 有的时候呢 你的优点是看着可热闹了 但是热闹对于你来说 也许是缺点 对 当太热闹的时候 你会顾不上沉下心来想 自己的选择 你光忙着说了 所以沉下心来 想一想自己的选择 冷静一下 现在留下的两家 对于你来说 都是新的职业开始 但是哪个 才是你 符合你内心的 真正的选择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斯凯乐 还是咖啡之意 还是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斯凯乐 还是咖啡之意 还是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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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